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面对粉丝要求合影 谁注意到他下意识反应 肖战偷偷交的 王一博面对粉丝要求合影 谁注意到他下意识的反应 肖战偷偷交的 王一博是现在新生代男明星中最当红的一位 他的颜值和实力都是很强的 性格也是很低调乖巧的那种 所以很受粉丝们的喜爱 王一博刚出道时事作为 天天向上的常驻嘉宾 开始被人熟知 但是当时他还没有什么人气 并且王一博的性格是比较安静 不争不抢的那种 所以一直在台上就是很不起眼的存在 默默说好自己的台词也不去强行露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所以王一博都适当做背景 并没有什么大的转变 但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汪涵 一直都很喜欢王一博 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 一直都很看好他 之后因为陈情令 王一博迎来了他的转折点 他向观众们证明了 他不但是唱跳歌手 主持人 还是一个很有演技的演员 这样一个全能型艺人 性格又是那么的好 长相也那么帅气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王一博也慢慢发展成了现在这样的 国民知名度和人气都非常高的男星 作为粉丝应该最期待的愿望 就是能和偶像见面然后接触吧 王一博有着那么多的粉丝 平时也是经常会遇到想要合照的粉丝 最近在一场晚会上 在节目已经结束之后 王一博准备下班回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让粉丝们都觉得真是太可爱了 王一博还没走下台 就被走来的一群工作人员围住了 应该都是喜欢王一博的粉丝 所以都想要和王一博合影 王一博可能觉得都是同事不合影不合适 所以就乖乖站着让他们一个一个合影 王一博真是一个很不会拒绝人的憨憨了 明明自己才工作完也很累 还是站得笔直微笑着让工作人员拍来拍去 而王一博的一个下意识反应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可以看出王一博在开始合照的时候 下意识就举起右手竖起大拇指 摆出这样的手势和别人合照 但是熟悉王一博肖战的人应该都知道 肖战平时拍照的手势都这样的 而王一博是比叶的手势 但是这次王一博却没有比叶 而是比了像肖战那样的手势 这也是让人好奇 是肖战偷偷教的吗 两人因为合作了陈情令双双走红 环都市很好的性格 也合作了很多写真 所以两人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 你们觉得王一博的这个手势可爱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